如影像 为一切法 重新熟悉 而能含明了些 举例比喻像镜子 为什么 从心所心 这是真正的心得了 迷了之后 就不叫见闻就知了 叫寿相行使 那它变成阿赖耶了 你看阿赖耶 行是第七识 行是执着 其心动念是 善事物 在睡眠的时候 让你起先行 它还在 就这么个道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空突破了 你要想到达那个地方 不需要交通工具 念头才起 人已经到达了 这个叫四思无碍 所以为什么能见 为什么能听 为什么能明了 是自性里面 见闻觉知 它在其作用 六道反复迷 迷了的时候 见闻觉知变成首相形式 有点消息 有点消息